欢迎收看小高很多球迷说 郑亲文飘了 飘了吗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他飘没飘不知道 但这几天确实挺忙的 广州 香港 上海 几乎是连轴转 没有太多的时间 更多的是参加赞助商的相关活动 可能这几天连休息都没有休息好 自从总决赛结束后 郑亲文就开始进入到了自己的假期时间 他还没有过多的进行失望和总结 就必须得出来参加活动了 因此 本赛季郑亲文的成绩实在是太好了 六次打进决赛 拿到了三个冠军和三个亚军的好成绩 世界排名也升到了第五的位置 同时 本赛季的奖金也是达到了555.9万美元 对于郑亲文来说 这是一个完美的赛季 特别是奥运会金牌的获得 让她的知名度迅速暴涨 过去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郑亲文多次登上新闻联播 登上热搜更是司空见怪了 更多的人开始认识这个湖北姑娘 同时 现在也是郑亲文商业价值最高的时候 有很多的赞助商找过来要她代言 但现在郑亲文的代言已经达到了13个之多 因此她的经济团队也不得不推掉了很多的代言 毕竟对于郑亲文来说 运动员的身份还是她最喜欢的 如果没有了运动员 也就没有人知道郑亲文了 更不知道她是一个网球运动员了 过去的这两天时间里 郑亲文官宣了三个代言 涵盖了汽车 奢侈品和饮料等行业 可能未来还会有新的代言 但也不会更多了 因为太多的品牌 也意味着郑亲文需要更多的时间 就为赞助商服务 这显然会影响到她的训练和备战 未来的一个月 郑亲文在参加完赞助商的活动之后 也将开始自己的训练 毕竟对于她来说 2024年实在是太忙碌了 几乎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 即便是去旅游 也会被游客各种求和影 12月底 郑亲文就要和队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杯的比赛 随后就是2025年的奥网比赛 上赛季郑亲文在奥网闯进决赛 并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 这个赛季她有1300分的积分要保 因此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郑亲文要和教练李巴 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技术和弥补短板 毕竟她现在已经是世界顶尖运动员了 要想获得大满贯的冠军 毕竟更加的需要专注 为此 郑亲文前几天还解散了自己的粉丝群 虽然没有任何的解释 但球迷们也都理解 这可能更多的是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 郑亲文更想专注于自己 与粉丝的互动也是点到为止 郑亲文要干嘛 他不要干嘛 他需要更多的冠军 来证明自己 生涯在大满贯和一千赛的最好成绩 都是今年创造的亚军 明年郑亲文的目标也很明确 那就是需要在这两项比赛中有所突破 争取拿到大满贯的冠军 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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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杓斗